我们的冤亲在主 那这些人来 那不一定是什么原因 他毁谤你 他侮辱你 他破坏你 他陷害你 你能不能忍 你要不能忍 你不是修菩萨心 害到了极出的时候 就是 释迦牟尼佛 在修人入 人入波罗密的时候 叫人入仙人 遇到格力王 可以戒身体 把他灵吃处死 用刀身上一片一片割死 不叫你好死 那是格力王 怨恨心的 你是修忍辱 好 我看你能不能忍 用这个手段 把他处死 割到快死的时候 问他 你有没有怨恨 佛说没有怨恨 而且还告诉他 我将来成佛 第一个来度你 佛说话算话了 释迦牟尼佛成佛了 第一个得度的 成阿罗汉的 侨诚如尊者 前世 就是格力王 这是释迦牟尼佛 给我们做典范 没有一丝毫 怨恨 不但没有怨恨 还有感恩的心 为什么呢 他是来考试的 看看你忍辱到什么程度 你毕业通过了 成佛了 所以 释迦牟尼佛 原本成佛 是贤界第五尊佛 在弥勒佛之后 因为忍辱波罗密 圆满了 他提前了 在弥勒菩萨之前 他先成佛 弥勒菩萨退后了 提前成佛了 你说要不要感谢 郭力王 所以我们遇到 别人来毁谤 侮辱陷害 要感恩的心 不能有一丝毫有怨恨 他来考我 我知道我程度提升 如果还有一点 还没放下 那不行啊 这还要重新来经过考试啊 一次考试就及格了 这提升就不会第二次了 可是你境界不断向上提升 就有参加不断的考试 你在菩提到这个路上 不是一帆风顺 如果真正修忍辱 是一帆风顺通过 好似不是坏似 问题就是你用什么眼光去看 你用旧的人眼光去看 就好死 人这无敌 人这是菩萨了 菩萨对一切众生 没有一个是敌对的 那菩萨眼睛看一切众生 都是佛菩萨 就对了 那佛菩萨来考试我的 那他以表演的做种种卧室 造种种罪业 也是给你看的 看你能不能忍受 那看你是不是能看得惯 你还看不惯 你还不行 功夫差远了 这社会是个大舞台 每个人都在考你 每个人都在这测验你 所以善财同志 五十三餐了 烈士练兴 五十三餐是我们现实的社会 男女老少 过行过夜 有善的 有我的 都让你看 观观同虎 以清净心 平等心 恭敬心 看待 都是祝福如来的实现 所以一生圆满成就了 就这个道理 我看的人 我这个看不惯 那个看不惯 不是他做错 是我们自己有问题 他做的是对的 你看善财同志 看那些行物的人 他供敬 供养 没有赞叹 表演是善的 正面的 他有赞叹 表演是负面的 反面的 他只没有赞叹 供养 勤教 一样一样都不缺 他在学习 善的 我要跟他学 不善的 我看到 我要反省 有这改之 无这加勉 统统是善知识 夫子讲的 三人心 必有无私 三人心 是自己一个 一个善人 一个我人 两个都是我的老师 再成就你自己 对呀